還記得之前新政長蘇貞窗 日前搶先 蔡英文總統排版說 要發放六千元現金 這似乎觸動到了蔡總統敏感神經 而另外王世堅更直說 這根本是搶攻的行為 加上從九合一大選開始 民進黨面對選戰 接連失利 黨內檢討聲浪大 現在也傳出蘇奎 恐怕即將下台走人 沒有拒絕討論發放消費券 或者是發放現金 總統蔡英文在元旦談話中強調 暫時不考慮普發現金 不過沒過幾天 一月三號 行政院長蘇貞昌 突然有了決定 蘇奎說要發現金 讓民眾好開心 不過這句話似乎觸動蔡英文 相隔四小時 蔡英文才在臉書發文證實 這時間差不禁讓人懷疑 是不是被動宣布 跟因此埋下走人倒火線 去年九合一敗選後 蘇貞昌始終是被檢討的風暴圈 桃園市前市長鄭文燦 領軍敗選檢討小組點出執政不力衝擊選擇 蘇貞昌 蘇貞昌作為行政院長當然需要負責 總統和行政院的幕僚之間也都隨時溝通 不必做無謂的猜測或做無謂來捕風作運 儘管服務院都低調沒有證實 但顯然對於換革新意已決 蔡總統的最後一年要避免頗角危機 記者綜合報導